大家好 我是大伟 欢迎大家观看方圆筋诺法 里面每个动作都是摆你挑衣的好动作 真正意义上做到一招零 让你自己在家也能轻轻松松的解决身体上的一些小毛病 好了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厉害在哪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手印 咱们把这个手印给它做成了以后保持住一分钟 它就能快速的让我们的后背达达到一个非常轻松的状态 咱们都知道自己用手去摸摸背 你会发现背上面有很多的一些调锁状 而且这些调锁非常的僵硬 又或者你平常家务做的比较多 经常久坐 你会发现我们的背部是最容易酸乏乏力的地方 有些人后背疼痛 它是一直困扰着自己的生活 这些都没有关系 咱们今天只要把这个神奇的手印给它学会了以后 就能够自己轻轻松松的就让后背的整个筋路被通畅了 而且做完以后你自己就能明显的感觉到 我们的后背就像血一样一层一层融化开 一点一点的慢慢的放松开来 所以你说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神奇 那么大家马上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动作究竟怎么去做 首先非常的简单 我把镜头调近一点给大家看 这个手印咱们叫做石轩印 什么叫做石轩印呢 就是咱们要知道这个食指 指尖我们要知道石轩 对吧 这个手你看大拇指和我们的小手指压住 然后把我们的这三根手指塞到这个空档里面 塞到这个空档里面 大家看塞进去 形成什么呢 我们的大拇指直接包裹着我们的四根手指 另一只手一样 先压住 压住以后三个手指往里面一塞 塞进去以后 塞进去 塞进去以后形成了一个空拳状 大家看到没有 是一个空拳状态 那么在这个状态之下 我现在是放松的 然后我们要做什么呢 大拇指往内压 四个手指往外发力 往外弹 就形成一个虽然不动 但是它持续的有一个静态发力 大拇指记住要往内压 然后四个手指要往上去发力 形成一个对抗 大家看是这样的 那现在我是在一个发力的状态 是这样的 空拳状 持续发力 双手做好这个姿势 放在我们的腹部腹肩 好 保持住 就这样一分钟 我们保持住一分钟 然后你可以自然的呼吸 甚至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复始呼吸 都可以 我们前期就不用 什么都不用做 就放松 做好 然后保持在腹部肩就可以了 然后自然呼吸 保持一分钟 在做的时候 你大概每隔个15秒钟 你可以去活动一下肩背 活动一下肩背 你会发现这个肩背 它是越来越轻松 越来越轻松 然后你再不要动 保持一会儿 再过个15秒钟 你再活动一下 你看一下变化 这个背上就感觉慢慢慢慢的 就完全的松下来了 如果你的僵硬程度 非常的严重 特别的僵紧 那么你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可能要多做一会儿 才能完全放松 它的原理其实比较复杂 咱们这里就不讲 咱们这里就讲动作 你活动一下 然后再休息一会儿 再过15秒钟以后 再活动一会儿 你会发现 这个背上面一层一层 就完全舒服了 包括我们的肩颈 你去感觉一下 也是特别的舒服 但是在做的时候 有点提醒大家 这个手上静 你是一直得用的 你千万不能说 手保持一个动作 不用静 就不用静 就放着 那这个效果就不行了 所以我们要一直用静 静力发力 对抗 大拇指对抗 四个小手指 对抗 持续的对抗 一起做 放到腹肩 腰背筋 坐直 活动一下 确实你看 我就拍视频的时候 就讲了这么一会儿 我后背就感觉 慢慢的松开来了 一边坐 一边自己 就有明显的感觉 这个动作真的是非常简单 既简单又省事 像经常久坐的人 在办公室工作的人 或者有些朋友 在家里面 劳务比较多 你闲下空来的时候 你就把这个动作 紧记住 就这么坐一会儿 一会儿 这个背后 就会特别的舒服 所以今天这么好的一个动作 分享给大家了 大家记得一定要关注我 因为关注我以后 你就能看到更多 平常别人不会讲的内容 甚至别人都不会的内容 我是大伟 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么大家给视频下方的赞 点一下 长按给我个超级赞 谢谢大家